是喜座进阶 三支次的第五天 那上面有写说M是BC的状态 所以M就等于 BM就等于SC 然后AM 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就干脆照念还比较简单 因为你并没有结构 你的讲解没有结构 所以AM就小于BM 或者AM小于MC 所以他讲说 大边对大角就是 角CAM代于角MCA 然后角BAM也小于角MBA 所以如果把他们两个加起来的话 就是角CAM加BAM 整个会等于BAC 然后角BAC 会大于角MCA加角MBA 然后任两角相加 就三角CAM 随便两角加起来 一定会大于九十度 所以 所以他这个是问题 有办法长话短说吗 讲了好多 这个大于用的说法是什么 那关键词是什么 那关键词是什么 所以发现